本节目由贴身八婆奥戴利为你吃瓜播报 火箭少女11位成员 按道理来说 最终排名越高的人应该是人气最高的选手吧 孟美琪应该是第一 不过这都是印象流了 根据最新的微博数据 并不是这样的 这就让人好奇了 究竟谁是火箭少女101中的人气之王呢 谁的忠实粉丝最多呢 接着往下看你就知道了 公平起见我们选取了几位选手的毕业感言作为对比 毕竟这些微博在差不多的时间发布 比较有可比性 其中最重要的是看留言数量 毕竟留言比较耗时间 不容易参加 此外点赞数 转发数也作为重要参考 结果令我们大吃一惊 唱功舞蹈功底均不俗的李子婷竟然是在其中排名垫底 总评论只有不到2000条 获得C位的孟美琪比较让人惊讶 她的微博竟然只有区区14000多条评论 这显然和她作为C位出道选手的身份不相符 不过她的转发数在所有11人当中排名第二达到57000多条 她的人气却是第三名 看来孟美琪的粉丝们更喜欢转发分享给别人看 而不是一字一字的留言 向来人气不俗的Sonic和吴轩宇微博评论数都接近2万了 可谓是人气爆棚 不过吴轩宇的微博转发数达到了将近7万 是所有11位出道女团成员中排名第一的 吴轩宇的人气是第一名 最后要来说说评论数最多的 她就是杨超越 有多达26000多条评论 一直以来饱受争议的杨超越 人气可是实打实的 虽然被人吐槽 这也不会 那也不专杨超越还是踏踏实实在进步 承受了无法言喻的压力和挑战 也吸引了如此多的粉丝 她的人气是第二名 从此看来 新鲜出炉的火箭少女101人气是有高有低的 其中被认为唱跳不佳的杨超越拥有很高的人气 看来她的话题性和人气真不是概的 拿了前两名的孟美琪和吴轩宜吻扎吻打 实力 人气都可圈可点 其他几位如吕子婷等 虽然实力不俗 不过人气还是稍微有点差了 女团成员们 你们还要再接再厉哦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你们喜爱的明星 哦 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八一八 嘻嘻嘻嘻 喜欢就赶快订阅吧